韦德你好 大家好 我是韦德 谢谢主持人 那韦德一开始 是不是先把你的父亲 稍微介绍一下 我的父亲呢 他在我从小到大里面 一直都是一个 各个方面的一个标杆 就是榜样 那么从小到大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 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那基本上我都是 与我父亲去做一个讨论 无论是在学业上 事业上 或者是人生 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在舰道上面 我倒是比较少 请教他有关于舰道上的问题 你的父亲从小 会不会给你造成压力啊 因为他太严谨 太完美了 我觉得这部分 倒是我想的挺开的 我觉得压力都是 自己给自己的 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可能 父亲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 做得非常好 那其实发现 等到我到了这个年纪 我也有不一样的成就 到这个过程当中 你当然会觉得 我是不是要超越他 还是做得跟他一样就好 甚至是差不多几个分就好 后来我发现 其实就是要走出来 自己一条路 所以你看得很开就对 我是看得比较开 你常不会去想说 你以前的父亲 这个年纪已经到了什么成就了 跟你这一代 为什么不一样 这样 对啊 不会给自己这样的压力 是 像我父亲在我当时 这个年纪的时候 他可能已经跟台湾 所有同龄的这个建友 甚至是对手 都已经打了个变 对 那像我的话也是 今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回来台湾才参加 台湾全国性的比赛 这样子 等于是你 对这个所谓的 这个不同的这个生命 不同的时段 有很清楚自己的目标 对 没有错 那见到应该对你来讲 就比较偏所谓的兴趣 对不对 对 没有错 然后那这个兴趣 可能是由于更多 可能大家喜欢出去爬山 做其他项运动 那我可能会更偏爱 见到一些 你从几岁开始练 我其实大约就是在 九岁十岁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因为 毕竟台湾很多小朋友 都是功课为重 寒暑假的时候 我就因为爸爸的关系 然后到日本去学习 也有过去韩国学习 那以日本居多 当时就甚至是暑假 人家放两个月 爸爸非常强力的 就是跟学校说 他可能会晚几天回来 结果我就去了三个月 在日本学习 暑假丢到日本的 这个建道馆就对 然后那时候你不会觉得 很悲伤吗 这个语言的问题 还有这个生活作息 还有管教的问题 那时候你才九岁十岁的小 以前爸妈 其实他们就非常的 相信我吧 也导致我可能相对独立 一些到日本的时候 也是自己坐飞机过去 然后相关的东西 那日文不会也是 肢体语言 就沟通就过去了 那跟当地的小孩 也玩得非常好 对那基本上 在建道方面 比较大的挫折就是 因为同龄的小朋友 非常强 你感觉就是在 跟大人打一样 因为他们练比较久 对不对 对 所以不管怎么样打过去 刚想到的新招打过去 都会马上被击败 这是有比较大的挫折感 可是你背负着 你爸爸的名号过去 那个相信这个建道的老师 应该一定会对你更严格 因为不严格 对你爸爸无法交代 所以你那时候不会觉得 你的人生为什么这么悲苦 当时其实我只有一个想法 非常好笑 我母亲常常在后来 讲给人家听 就是每当练习建道的时候 我就会板着一张脸 而且很辛苦 甚至会哭 我每天都哭 掉眼泪 虽然男人有的不轻坦 但是一想到晚上 我的建道老师 他会买冰淇淋给我吃 那我就会为了晚上 可以吃到好吃的 我就努力咬牙撑过去那一段 那久而久之就习惯了以后 自己的实力也增长 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那你跟你的父亲 后来是大概到什么时候 你对他的这个感情 才会越来越好 一开始一定会觉得 有点距离 他很严格 他很严谨 然后他建树 建道又到一个程度 你应该一开始跟他 比较会有一点距离感吧 我觉得这方面倒是 不同于一般的家庭 因为我们家的相处模式 从小就跟其他家庭不太一样 我们一直都非常亲 可能走路的时候 我们两个小鬼 就会挂在爸爸的手上 因为他练剑嘛 力气也够大 手臂比较力 那直到现在 到我二十几岁的这个年纪 我们见面还是会互相拥抱 甚至亲一下练家 无论是爸爸或妈妈 对那这个有别于其他家庭 可能就是比较少见的 对那在这方面的生活 举止行为之外呢 更多的是我会把我很多的想法 跟父亲母亲做一个交流 久而久之就不太会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距离感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家庭 对对对 是很亲密的 对那你从一开始是半退半就 是到了练到几岁的时候 你才找到这个等于是找到剑道的一个兴趣 大概是在大学的时候 因为高中以前基本上就是练的时间很少 就少就学业为主 还是以学业为主 那大学在学习之余 我自己也参加社团 然后也做了很多组织活动 那么认识了很多同龄的人 都是喜欢玩剑道的 对这个时候我觉得同才效应 就会大家一起研究 一起训练 一起参加比赛 所以那时候参加剑道社就对 对对对对对当时在学校 可是以你的资历你去那边一定是主将了 当当当你练得比较早 因为剑道的规矩非常的严格 所以不管是你多么的那个练了多久 或多厉害 你都是从最小的做起 从部员做起 再到训练组的组长 再往上 要照支力牌就对 对对肯定是要照支力牌 那你的成绩呢 当时是第二届 第一次的比赛 因为当时也是没有比赛经验 所以后来也是输给了这个日本的选手 留学生同学 后来带了第二届的时候 就跟着团体赛 我们拿到了那个全中国大学生的冠军 团体赛冠军 对对对 哇那算是很好的成绩 对当时在国内算 就是在中国那边算是不错的一个成绩 那你这样子学习 你觉得对你的课业 或对你其他人生的一些事情有帮助吗 以见到的精神 或见到学习的一些经验 我觉得因为关于这方面的好处 可能或多或少都听吴老师讲过 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在见到的学习当中 跟朋友是最直接 最直接的碰撞 很好的可以去认识你的朋友们 那再来就是说他反映到 刚刚吴老师提到 就是有关于你碰到问题怎么解决 你从来都不会想的就是说逃避或者是失败 而是你会想方设法的去解决他 总之就是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去解决问题 这样子 那转到课业上 或转到一些项目或者是实习上面的时候 很多情况下我就会 想到见到当时是怎么解决这个对手的 我就应用到我的问题上 你想解决是不是也有一些对手 可能你过去常常输给他 然后最后你经过自己的一些思考 或者是一些技巧的进步 最后打败他 是不是这样这样 用这样的精神来克服问题 没有错 我当时就有遇到过两个状况 一个是从小跟父亲打 从来没有打赢过父亲 甚至连剑都碰不到父亲的得分部位 这个在一项运动上面是很可怕的 当时觉得自己小 那越来越大了以后发现 我的力量也上来了速度也上来了 怎么还是碰不到父亲 那就是技巧 对那就是技巧方面还不够强 对那同样的 我当时也遇到一位日本的前辈 他也非常的快 而且力量非常大 那直到有一次 就是我自己练到了一个程度了以后 终于在一次比赛中击中了他 虽然没有打赢他 但也让我产生了很大的自信 一个小小的击中 就带给你很大的信心就对 对 最后那个韦德讲你个人的规划 不管在人生事业上或在剑道上的规划 你目前是四段 有打算持续的一直下去吗 有 我对于剑道的期许就是 以我的身体状况 我肯定优先是以健康 还有身体为重 因为关于家里面的要求 规律生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求 那在这一点的基础支持之上 我希望能够将剑道走到最远的地方 无论是能不能达到所谓的八段范式的一个程度 又或者是说怎么样子一个赛事水平 那我相信以我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我是非常有信心能够完成 剑道这趟人生旅途 那你的本业呢 我目前刚回来台湾 然后目前正在寻找自己的方向当中 那我也会把剑道纳入其中的一个考量 也希望把推广剑道 跟我的所学 我当时是学经济以及运动产业这一块的一个学问 这两个可能会结合就对 可以相结合 那比赛成绩自我也是有期许吗 对我也希望就是透过每年 因为台湾现在有所谓的全国赛 然后也有所谓的国手选拔就是世界赛的选拔 那我也是固定要求自己每年都参加 对所以虽然志不在就是打进去或打到前几 那我希望就是透过每年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跟参与 来鉴定自己是不是有达到当初 我现在设定的目标 设定的目标跟理想 所以台湾在剑道上还是有一套完整的国手培训 对 所以你每年还是会持续的参加选拔去比赛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韦德 为大家介绍他的这个四段见到 谢谢各位观众